A篇里面我们经常看到 男性好像在女性的阴道里面 只需要大力的抽插 很容易就可以让女性高潮叠起 潮吹不断 但是现实当中 你的性生活是什么样子呢 你还在跟着A篇学性爱吗 那我只能先为你点根辣 到底怎么才能让女性更容易潮吹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这背后的科学知识 首先我想破解两个迷思 第一女性是不是都很容易连续高潮呢 这个比例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小很多 2016年呢 芬兰那边的科学家们呢 回顾了过去这几十年间 六项全国性的性科普调查 然后他们把这些数据整合分析了一下 发现在成年女性当中 平均只有8%的女性 说她们很容易达到连续的高潮 而在比较年轻的20多岁的女性当中 这个比例稍微增高了一点点 达到了11% 但是一个不幸的消息是 从199几年 一直到现在2016年 他们这个数据发表的时候 女性整体获得高潮的能力 是呈现一个显著下降的趋势的 现代女性想要获得高潮这种快感 是越来越难了 原因是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 第二个迷思 女性只要很兴奋 就会伴有潮吹 绝对错误 到底有多少女性感受到过潮吹 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国际性学会回溯了过去几十年间 做的关于女性潮吹相关的研究 他们发现女性和女性之间真的是差异性非常大 但是整体来讲 只有大概10%到50%的女性曾经潮吹过 而且每个人潮吹的量非常不一样 有的人只会产生大概0.3毫升左右的液体 有的人可以喷射出150毫升以上的液体 还有一些女性 她们也会潮吹 但她们在高潮同时产生的那些潮吹的液体 是向后射回了膀胱里面 所以呢 虽然潮吹有发生 但它没有射出体外 所以很多女性都不知道自己其实是有潮吹的这个现象在发生的 其实潮吹呢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生理现象 有一些女性在高潮的同时会有这样的液体喷射出来 那有一些女性呢不会有 有的女性量多一点 有的女性量少一点 那即使是那些曾经潮吹过的女性呢 也不一定在每次性爱的时候都有潮吹的现象发生 可是我觉得最可悲的就是我们整个的社会文化和很多的男性 在一味的追求女性的这个潮吹 很多人以为如果对方是享受性爱的 如果我在床上表现的很好 那么对方就应该潮吹 那在这种压力之下 很多在临床上来访的女性们 为了自己不能够潮吹而感到很羞耻 觉得是自己有问题 姑娘你很正常 所以我想强调的就是 潮不潮吹和爱情稳不稳固 床上的技巧好不好 以及性关系的质量高不高 都没有必然的联系 如果你很好奇有没有什么准备工作可以去尝试 来帮自己提升潮吹发生的可能性呢 这里呢我总结了美国性心理学家们提倡的五个方法 第一呢就是多喝水 因为到现在为止科学上面还没有统一的答案 说潮吹里面到底多少是尿液的成分 多少不是尿液的成分 如果你在做爱前 让自己的膀胱里面充满了水 确实会增加你在高潮的时候 有液体喷出或者流出的一个可能性 第二呢就是从阴地的刺激开始 超过75%的女性都需要借助阴地的刺激来达到高潮 那么当你想要追求潮吹的时候 也是一样的道理你需要先从阴地开始做细致的 耐心的一些刺激的工作 帮助女性的阴部充血 然后准备进入性爱的下一步 那么第三步呢就是这一点的刺激 有一些研究者呢采访了体会过潮吹的女性 很多人都说是这一点的刺激跟潮吹的体验紧密相连 男性们可以借助这两个手法来刺激这一点 一个就是这种勾手指的方法来摩擦那个G点的部分 第二个就是按压的手法去按压 或者你用双指去按压那个G点的部分 所以结合这种刮擦和按压的方式去刺激女性的G点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耐心 不管是C点的刺激还是G点的刺激 都是需要很长的时间 女性才会慢慢的开始有反应 慢慢的进入那个状态 第四呢女性在做爱的过程中 需要放松自己盆底肌的肌肉 如果太过紧张的话 是不容易有任何的液体流出来的 第五就是在做爱的过程中 不要惧怕有尿液的产生 如果在做爱过程中有了尿液 就让这个液体出来 反而要练习的是怎么控制盆底的肌肉 去把这个液体挤出来 去把这个尿挤出来的感觉 通过这样的一些练习 首先你降低了自己的一些紧张感 其次呢你就可以顺利的让这个液体出来 那这五个方法你如果没有尝试过的话 不妨去试试看 尝试之后你的感受 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但最后我还是想强调 大家千万不要以潮吹为目的 我们可以带着一个好奇心 带着一种探索的精神 去探索潮吹这个现象是怎么回事 我感受过没有 我的伴侣感受过没有 我们如何可以去尝试往那个方向 试试看 但是呢这不是终极目标 没有也没有关系 不影响 我们照样可以有火辣辣的性爱 那最后呢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带着一颗好奇心 去探索性爱 爱自己 爱对方 享受美好的性爱 我是一三博士 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